乌龟钢水中栽种水竹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水竹栽种介质 全部都是火山式颗粒 没有水草泥 没有泥 和鱼钢火山式抵杀颗粒大小不同 鱼钢立东归先生主用的是3-6毫米的 鱼钢里使用的火山式颗粒比较杂 3-6毫米的有 6-12毫米的有 也有一道2厘米这样的大颗粒 水竹比较高大 推荐使用稍大点的颗粒 比如6-12毫米的 这样更容易压住水竹 防止倒幅 火山式抵杀厚度方面 鱼钢前颈抵杀3-5厘米 后颈5-10厘米就行了 但水竹太高大 抵杀也需要更厚实 东归先生在硅钢里栽种植物 抵杀厚度至少是10厘米起步 基本都在10-15厘米这个范围 更厚实的也有20厘米左右的 水竹根系发达 厚实的抵杀更利于水竹生长 很多朋友反映水竹生长不好 可能抵杀不过厚实也是一个方面 对于火山时古法生态硅钢 抵杀不仅仅是栽种植物的作用 实际它也是硅钢生态环境的一部分 通过调整不同抵杀厚度 可以在硅钢里营造出不同生态环境 合理划分深水区和浅水区 钢里不铺抵杀的地方就是深水区 抵杀薄一点的地方构成刺深水区 更厚实一点的是浅水区 完全出水面的 可以作为晒台区 厚实的抵杀 更利于水竹根系生长 根生长好了 植物状态自然不会差 2. 栽种方法 水竹在硅钢里属于大型植物 根系非常发达 直接栽种在底沙中 根系最终会不满钢 这样固然更利于净化水质 但为我们后期局部改造硅钢带来麻烦 东龟先生推荐用个漏空塑料框 或带孔花盆 在里面栽种上水竹 然后一起放入硅钢里 这样以后如果想调整 连盆一起搬出来就行 3. 栽种水未深 水竹实际是水路两生植物 在陆地和水中都能生长 但只能在浅水中生长 东龟先生曾经在30多厘米的鱼缸里栽种过 新损芽全部无法生长出水面 最终在水中烂掉 原先伸出水面的枝条 可以正常生长 最终会贴着水面 重新生长出损芽 成为漂浮植物 所以如果水竹已经十分高大 在30厘米以上水深栽种可以成火 但水下新芽很难长出水面 如果沉水种植很难活 最终会烂掉 适合栽种水竹的水位 以20厘米以内深度为好 不可过深 过深的可以通过电高底沙来改善 建议栽种水深5-15厘米为好 4.光照条件 水竹生长需要阳光 在没有阳光的环境生长状态不好 阳光少但整体明亮的环境也能生长 只是长势弱 完全无阳光 环境比较暗的话 无法生长 从东龟先生各个硅缸水竹生长状况来说 凡是阳光条件较好的硅缸 或阳光不好 但整体光线非常明亮的硅缸 水竹生长状况都不错 阳光不好的硅缸 光线偏暗的硅缸 水竹长势都比较弱 遇到水竹生长不好 烂根和黄叶等问题 东龟先生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排查 1.光照条件是否明亮 水竹不是阴生植物 光照条件不好 生长弱 容易烂根死亡 2.水是否太深 30厘米以上水深 容易造成腐烂死亡 3.底沙是否疏松透气 致密的底沙 例如你等 也容易烂根死亡 其中底沙不透气和光照条件不好 应该是主要原因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